老天終於天降甘霖 但是抗旱整備不能不做 經濟部長王美華特地來到高雄 視察高平宴的抗旱水井工程 高雄市我們自己負責的32口井 我們是要求說 是不是在5月中旬 就可以先達到9.6萬噸的 32口井的這個早井的工作 除了節流還得開園 就是因為老天爺下的雨還不夠 這幾天降雨讓北部肥翠水庫 上升了0.1% 石門水庫0.3% 寶山水庫則是0.1% 水庫有進漲出水壓力減輕不少 中部方面日月潭水庫維持不變 德基水庫蓄水率從原本的3.4% 上升0.1%來到3.5% 而南部增稳水庫則是維持8.9%的蓄水量 水情的部分 我們的高雄部分這邊比較穩定 應該不會有進一步的變化 那至於在其他的地區要解除漢象 恐怕還要再觀測一下 高雄水情燈號不至於再惡化 而中部的公五庭二限水措施 是否要調整還得觀察 完全要幫助完全都那個不需要限水的話 應該是還有一段路要走 因為這個水的降水量 其實大概只有20毫米到40毫米左右 不過降雨量都相當有限 在各個水庫只吃了多波次的人工增添 激水區降雨不夠 看來短暫即使雨仍無法有效替中南部解渴 只能祈求未來的封面能再多下一點 歡迎新聞 紅石城林維凱林志鵬 另外於台中高雄報導